今天是12月16号,周六A股不开盘 下周A股会大涨吗?会重上3000点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周五盘后出现了很多个重要的消息 其中有两个特别重要 我觉得有望让A股重新崛起,重新上涨 重新占上3000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是什么 还有就是美股在昨天晚上 尤其是道琼琼指数又涨了 创了一个历史新高 可以说是新高后又是新高 在这种行情下对我们A股有什么样的刺激呢? 还有就是美股主要是哪些方向在涨 会不会传导到我们的A股 让我们A股相关板块也出现一波大幅度的进攻呢? 怎么看? 在这些问题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在讲分析之前 大家评论区一波888提醒一下 提醒大家视频上讲的这些技术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物作为依据 对于A股进阶走势可以说是股民运行载道 散户包括几个都非常愚昧 当然有一小部分人不愚昧 一个是大股东一个是做空资金 因为他仍然可以什么可以赚钱 对不对?大股东可以通过转融通把票甩出去 然后做空资金可以利用股指期货 利用高位融券砸盘 以后做空赚钱差价 所以只有散户还有一部分基金在这里郁闷 为什么说基金在这郁闷?大家都知道基金的这个盘子比较大 他不像这些油资 不像这些一些做空的资金一样 他可以什么?可以灵活的动作 基金他动不动就是上亿几亿甚至十几亿的一个盘子 你说他想能动?动得了吗?一下子动不了 所以他也像我们散户一样 只能默默的承受选择躺平 在如此行情下我们A股算是非常弱势的 你看在本周出现了一个三年跌 周三周四周五 而且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三天下跌 几乎都是相同的策略 比如说什么 看到没有?一到下午了 两点多钟了就开始跳水了 就开始发跌了 你看每天下午都是这样子 两点多钟就跳水发跌了 包括周五也是这样走 其实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 什么惯例呢? 空方的一个做空的惯例 所以他就是压制我们的超级权动 以达到做空的目的 赚取差价 赚取股指期货的 做空的一个收益的目的 所以这里被他们运用的炉火成金 可是我们的市场明明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样的问题 那为什么我们的高层就是没有动作 比如说RPO为什么就是不停 牛圈做空 线锁股转融通 为什么就是不停 其实这里背后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 我们作为市场的一个参与者 参与者没有决策权 我们只能选择被动的去什么改变自己 所以朋友们不要想到 哎呀 这个 这个美股通人又什么又这样那样 不要想到呢 好 那在如此行情下 想要反弹想要反转 然后必须靠重磅力好的这个什么加持 但是在昨天盘后确实是迎来了重磅力好加持 那么涉及到盘面的消息比较多 其中两条最为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条 我在昨天晚上盘后即使跟大家说了这个事 这个是跟他有关国联证券 国联证券的话在昨午盘后发出了一个消息 收购了民生证券30%的股权 以后收购成功后 他成为了民生证券的大股东 成为民生证券的大股东 其实他这个收购已经获得政兴会的批准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怎么看 大家看国联证券在这一个州出现一个明显的上涨 对明显的一个进攻 所以在下周他会有一个机会 这里是很关键的 如果说国联证券在下周大涨 甚至连续上涨突破了前高的压制的话 那我觉得他必然会给证券板块带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什么 一个效果 另外一个除了国联证券收购之外 大家看一下 联想到证券板块前期有一个票也是出去收购了 当时他收购的就是这个 不是上市券商 不是上去的就是这三证券 他也收购了国都对不对 但是整体来说 这三证券在前面这几天就是什么 表现一般 你看就这么一两天的热度 对吧 收购消息出来以后 当天这里收信党庭 第二天冲高回落 然后连续三天晚上压 所以追高的朋友们再次的散稿了 再次的刹那了 也给朋友们深深的上了一课 A股就这个料性 追高容易什么 容易高位接盘 那为什么会出这种情况 其实跟我们A股的什么 交易制度有一定的关系 大家看一下 每次出去大利好 容易冲高回落 为什么这样子 其实这里 比如说我们市场的主体是T加1的一个交易 对吧 我们主体是T加1的一个交易 好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 由于说散户在这个位置追进去了 在高位追进去了 那么你当天是出不来的 对不对 那么你当天是出不来的 好 鸡个的话 它也是T加1 但是它可以通过在高位 融券做空 达到T加0的目的 也就是说 它可以在高位先借出股票 卖出去 以后你掉到低位了 我再接回来还进去就行了 它就相当于做了一个日内的T加0 做了一个T的差价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A股 就是利好加持下 容易出现长上眼线 容易出现冲高回落的一个云 那很多会说 二阳先生 这个怎么做到的 其实你看一下 这商证券 它是属于融资融券标的 它可以把这个票借出去 对不对 以后高位压盘的一个目的 所以在操作上就容易出现这种长长的上影线 这里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因为我们的券商的并购重组 社商证券是第一个开枪的 第二个是国联证券 但随着他们的什么 一个上 一个处理好的走势 对其他的一些券商 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什么年代的效果 所以随时都有可能 其他券商也出现这种并购重组的预期 所以这个消息会不断的滚动 不断的发酵 最终如果说有什么 有某些大的券商出现强强联合的话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引爆点 所以在下周券商板块 毫无疑问 会成为资金关注的主战场 资金关注的主要对象之一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还是要注意 你看在周五的一个盘面 对不对 像信达 像首创 像国金 像国宁这些票都出现一个红盘走势 这些票它其实都有重组的传门 一旦证券板块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什么 一个上涨 出现一个拉升 那你想想大盘是不是会起来 大盘是不是会迎来一个什么强势的反弹 还有就是我们看证券板块 它其实在位置上面也是具备一定的优势的 有一句话我前提跟大家说过 大盘在跌 银行在跌 保险在跌 证券跌不下去了 很多人认为证券要补跌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证券跌不下去 你先去问一下 证券之所以跌不下去 是认为证券有重组利好 有重组预期战 所以跌下去就有人抄底 跌下去就有人来什么接盘 所以现在就在等一个信号 等一个爆发启动的信号 爆发点一来它就起来了 还有就是大家看一下 除了证券之外 我们昨天盘号高层 也就是我们的管理层 再次出台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什么 加快推进 谁 因为这个就是金融稳定基金 所以我们的金融稳定基金是非常近的 非常近的 那么金融稳定基金坏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市场就会有资金兜底了 那问题是在这个位置兜底 兜了底以后 然后很多人就问了 金融稳定基金 他们买的是哪些对象 毫无疑问 大权重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定要注意大权重的一个方向 当然前段时间有汇金 买银行 对不对 有国资买什么 买带个大科技 但是我想告诉你 我们的国家队 或者说我们金融稳定基金 他们的话 应该也是属于这种大权重里面的行业龙头 比如说中枝头 比如说大银行 比如说大科技 比如说行业 北马股 他应该会买这些方向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一些重点了 是不是 你像银行在近期 他也出现一个什么快速调整 其实说不真的 银行板块在这个位置 已经是非常的低了 位置非常的低了 对不对 你们看了没有 他在近期又快逼近了前期地点 所以他有机会迎来超低反弹 有机会迎来资金的一个角逐 还有就是代表这一轮银行板块撒低的主要推手 周三证券 在周五出现了异动放量了 虽然说 虽然说是冲高回落 但是说明了一个态度 在这个位置有资金开始入场了 有资金开始抄底了 对不对 所以他在短期的这一波航行当中 它是撒低了一个阻力方向 我觉得有资金在这个位置是形成了一个什么 形成了一个平成点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还有除了银行板块之外 保险包括刚才讲的证券都存在这些机会 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中资头方向 对不对 中资头方向在近期走势也是出现一个震荡 但我们要注意到中资头 它是我们国家的优度资产 对不对 国家优度资产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票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移动 所以这个很有可能也成为我们的国资 或者说金融稳定资金进攻的主要对象 那么在操作上面 大家要注意这些妹子是非常的不错的 另外一个国资的话 它的一些主要对象 你看周五的一个涨幅板 主要是涉及到什么科技类和什么和军工类 当然地产也动了一下 地产我觉得是利好 你看这种算 利好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 你要注意这细节 以科技加军工为重点 你不相信的话 你看一下中传系 在我讲中传系的时候我讲了很多回 大家发现没有 这段时间中传系明显的开始一个底部的一个什么震大上行的 而且你在这个位置潜伏进去的人 在这里肯定是获利的 对不对 所以中传系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明显的移动 你看作为板块权重的中国船舶 近期的走势是明显的走强了 大家看没有 对不对 他从底部慢慢的爬起来 明显的一个走强的走势 是不是 然后如果说在前期抄底的朋友 我估计现在是非常之舒服的 整体来说 中传系它由于设计的盘面比较多 设计的这些行业比较多 所以大家也要区别重点 就是刚才讲的以大科技大军工为重点 做一个潜伏或说做一个博弈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大金融也是可以的 你看中传里面它其实有些也是大金融的 比如说像中国银行 像中国银河 像这些还中金公司等等 这些也是属于中传 它本身也是属于大金融这一块的 所以说大家在操作上面还是要保持一个理性 保持一个谨慎 刚才开头就说了 全球指数 尤其是美股 创了新高又新高 以后人家是历史新高 那对我们A股有什么来刺激 美股是谁推升它的股价上涨的 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 最近美股很强势的一个方向是谁 大家知道是谁吗 在讲技术之前 大家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AR 美股这段时间最强势的一个点就是AR 回到我们这个A股市场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方向 所以接下来人工智能方向我们要注意要重视 大家看一下人工智能板块在周五的话出现了一个什么一个 但是你会发现人工智能板块在近期是出现一个明显的震荡行情 它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沙跌调水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整个人工智能板块的一个走势 你会发现在这一段时间它是出现放量的都得出现放量的 好它这个上转过程中调整那么随时都有可能震荡出高位 也就是说1016很有可能突破过去 你想想一旦突破过去 人工智能板块是否则进入一个新的加速阶段 是不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股的这个纳斯达克指数 就是科技指数 它也是创了一个收盘的新高 所以在这里是形成了一个刺激 整体来说人工智能板块 我觉得大家要注意 有一些前期炒作比较疯狂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板块和个股 近期又出现明显的异动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在这些大涨的票里面 或者在这些上涨的票里面 你会发现有些票前期涨不比较好 人期比较旺 而近期再次的重新启动 那么就给了大家一个低息波反弹的机会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 是不是发现这些人机票 感觉这段时间又开始起了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说 哎呀 欧阳先生我掏底波怎么掏 方向波到哪里去 其实很简单 你先定个板块 这个板块是哪个方向比较强势 以后在这个板块里面去找一些 前期的人机票 一些前期的农套票 回踩到位的 人家近期又出现明显资金易动的 我们去驳一个反充反弹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或者说你能力强大 去做一个什么新龙头 是吧 就是新崛起的一个核心龙头 那这种就涉及到追高了 涉及到一些高位接盘的现实现 大家在操作上面 你要注意一下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能力 我觉得大家还是乖乖的 老老实实的 去做一个低位的潜伏 或者说做一个低位的看补涨就可以 你看下周五大总的很多都说什么 说前些低点票 前些人机票回踩到位的一个反出反弹 对不对 你看这条票是不是这样子的 好 那除了人工智能之外 刚才说了 能够智能把它另一个分支 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方向 近期表现也不错 你看机器人虽然指数表现一般 但是个股的话又出现多多支票 涨停 是不是 而且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机器人方向 你看它的走势 但是发现 它K线是属于一个什么 明显的这种上升上走的走势 所以机器人在这个位置 也是属于一个明显的多头行情 多头行情 大家在操作上面还是要注意 还是要重点的去留意和跟踪 在这个位置不要怕 不要慌 其实我觉得回踩 反而是好事 回踩 反而是机会 回踩就是我们大家可以进攻的一个好的良机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还是要注意 机器人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接下来资金关注的一个重点 因为它潜力去大亚 还记得吧 前段时间我们高层画了一个人型机器人的一个什么 一个策划书 或者一个文件 对不对 你看一下 定期的调整还是比较充分的 那么随时有可能产生一个爆发 在周五的话 你看有多支票出于大涨 或者终于绑停 其实很多票也是什么 属于相对的低位 在操作上面大家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低位的调整到位的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做一个留意 做个跟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的重点还是要抓住 整体来说科技是成为这段时间市场的一个焦点 重点 我觉得随着美股的拉强拉高 对吧 然后我们A股相关板块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刺激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重点就是什么 就是权重是吧 护盘 权重 护盘 然后题材创新 题材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科技 所以看你怎么选 你是选择低息潜伏权重 还是选择去追踪科技 做一个热点板块的博弈 但不管怎么样 只要你节奏对了 方向对了 以后操作比较什么 比较我们说的比较合理的话 有机会获利 有机会回本 有机会吃肉喝汤 好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 有机会